大牛腿 断车车 沈拉拉加油 沈拉拉加油 我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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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怕 很怕抱負 他是皇帝 我們是老百姓 沒有辦法 就現在都民主社會了 拿到什麼皇帝 他就變專制國家 對啊 他是自己的 他最大 你們都要聽我的 你覺得這樣對嗎 這種人當總統這樣對嗎 不對啦 現在民主國家 百姓 他總統是我們選出來的 對 對不對 如果不是我們把它 擁護他 他也沒有辦法 他現在的民進 每一個 他們說 不愛台灣 要怎麼樣 其實想起來 他們是愛新台幣 愛新台幣 對 貪污啦 貪污的蠻嚴重的 完全變了 完全變了 不像以前那些前輩 要嚇到蠻青澤 阿虎友誼 柯文哲都可以 都可以齁 反正就是不要 不要蠻青澤 不要蠻青澤 反正你們家的 那個悲劇會上演到全台灣 是不是 哈哈 那個家 是 等於是 我們的 是我們的根 你的根 是我們的根 對 阿你就把我們的醫生 所有 把它 積蓄 不是 只有積蓄而問題 還是 我們的小孩子 從小在那邊 也是 身分就在那裡 對 我們一家人的根 等於我們一家人的根 真的在那邊 嗯 嗯 阿你這根根 從 全部把它拔掉 嗯 我是很恨的 住貸款 新住的地方 也是要貸款就對了 對啊 那個小孩子要背啊 是 我們老人不能背啊 了解 好 我們有收入啊 現在就靠小孩子 不會帶給 不會帶給我們 不會帶給我們 對 那個小孩子的那個 也是壓力很大 他們也是 大家都是那個人 領薪水的 不是做事業的嘛 啊你自己的家的問題 還要背我們父母的 在 那 我實在是很不能 好 我們看到陳媽媽的講話 真的是覺得 雖然外表看起來很堅強 努力把一些真相告訴大家 但是 他其實內心很擔心 尤其擔心 陳志祥老師 他怕被報復啊 對 老實講我是 不知道我媽媽 現在真的是還蠻怕被報復的 當然那個房子要被殺 他是很痛 因為他覺得那個好像是 他另外一個小孩 是 是 是他一生都在那邊 然後 這當然很痛 但是其實呢 也讓他很痛 而且很害怕的 就是最後那段時間 其實很多人會到我們家來 凌晨的時候來罵三字經 啊 然後叫我們滾蛋 啊 怎麼這麼沒有同性 然後呢整個 不只是這樣子 那個你知道啊 因為他那時候坐在那個地方 在附近看病 去那邊 在那邊買菜 對 生活機能非常好 對 但是 碰到的 人 都對我們家有一種很 可以感受到的一種仇視 敵意 恨意 是有人在煽風點火 嗯我覺得那個 其實已經變成整個社會氛圍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你在那個地方居住那麼久 然後突然那個整個社會氛圍 都覺得你應該是 你應該去死的 不該死 好不好 就是你不應該在這個地方存在 感受到這種感覺 其實是蠻強烈的 因為我們去幫助南鐵居民嘛 還碰到那種事 你知道嗎 去幫助別人的時候啊 誰想要把你剷除掉 除了政府 你對抗人之外 事實上還有一種狀況是 你去幫助人也想把你剷掉 你可能很難想像對不對 對 怎麼會呢 因為你家的人頭非常值錢 在最後那段時間 有很多 想要拿我媽媽人頭去賣的 但是 我媽實在太聰明了 她都一個一個辨識出人家的軌跡 然後就沒有成功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她就跟我們講說 因為知道擋不住了嘛 然後呢 她就很擔心嘛 然後就跟我們講說 有人勸她投降啊 什麼 就配合政府搬錢 會拿到比較多錢啊 然後我媽就一正言始 就跟他們拒絕就說 我們 我們不是這種家庭 是 我們家錢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家絕對不會 不是那種看自己的家庭 對 然後就是 最後我媽媽 那一次我媽還跟我講說 沒辦法啦 就這樣 至少全台灣的人 我們為全台灣的人 留下一個紀錄 是 就是我們家 留下一個紀錄 去證明說 台灣人應該要怎麼樣子 去對抗有權利的人 我有很常識 我覺得台灣人好像不知道 怎麼樣去對抗強權 是 對抗強權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的 就是看說 你願不願意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金錢上面 精神上面 甚至前途的 然後去扮演一個忍的角色 是 那至少啦 我覺得我們家的人 在這件事情有做到啦 賴清德不就是 一戶一戶很誠懇的去拜訪嗎 有去你們家兩次 第二次就是 人是 人是出聽 哇塞 這根本就是恐嚇嘛 是啊 那他去別人家不一樣的啦 你知道他到我們家那種恐嚇 因為我們家 就是看起來就是 不會被錢買收嘛 你想想看喔 他現在還沒有當選 他對於賴皮鳥這種事情 他都會硬拗成這個樣子 是 沒錯 然後呢 根據我對這個人的了解 因為他之前那個人設 道德的人設跟他的本質 實在差異太大了 那在這次選舉裡面 我們就一點硬把它撥掉了嘛 是 那我當然是更早之前 那十年前我就給他撥掉了 那我跟他的整個溝通的過程上 他覺得你還沒有把他人設撥掉 他覺得他還可以騙你的時候 你 他就會跟你好好溝通的樣子 好不好 但是他如果發現 你可以跟他講道理 然後他講不過你的時候 他開始用暴力了 所以呢 我覺得 我是把我自己的狀況 來映射到台灣的狀況 好嗎 是 沒錯 現在他如果當選了 OK 但很明顯他人設已經被撥掉 那他會怎麼做呢 你看他從前在台南 他就不經意會234天 然後他還可以說 這234天造成了台南的黑金 剷除黑金的改革成功嗎 沒有成功啊 但是他就會這樣講 他是更大黑金 他就會去判斷他的 那種凹板的行為 他現在還沒有選上 他就可以那麼凹板 他以後選上 他可是有國家公權力的 天啊 所以你相信 我真的想起來 我就毛骨悚然你知道嗎 我也毛骨悚然 他到時候會覺得會 因為他人設已經被撥掉了 所以呢他就跟你硬幹 好不好 而且他 蔡英文2.0版是不是 不止 好嗎 應該是蔡英文的 蔡英文四方 天啊 他絕對會弄我們完全沒有 而且他這個人不聽勸的 他會一路 錯誤的事情 一路幹到底 一路幹到底 好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鉗制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你往下載